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周深最近的一首歌翻唱。 你们听说了吗,周深标唱信仰,竟然超越了原唱版本,而且在短短几天内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2.3亿,真是太厉害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翻唱版本绝对是一次强有力的震撼,毕竟,原唱版本的信仰一直是经典名曲,而且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敬仰之作。 不过,周深的这个版本给人的感觉是超越了自我,他在演唱的时候,完全把自己融入到歌曲中,把他的声音和情感都深深地印在了每一位听众的心中。 其实,周深一直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歌手,他在多个场合的演唱都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和实力,但是这次翻唱信仰简直就是一个大爆发,不仅让很多粉丝感到震撼和感动,也让那些之前不是很熟悉他的人开始注意到了他的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翻唱版本的MV也非常优秀,整个MV的画面非常的精美,表现了信仰的深刻内涵和情感,与歌曲本身非常的契合。 总的来说,这次周深的翻唱信仰可以说是一次再次证明了他的实力和天赋的机会,同时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和歌后的力量。 张信哲是红遍港台和内地的情歌王子,演唱了《爱如潮水别怕我伤心爱就一个字过火》、《信仰百月光我是真的爱你》等一系列快智人口的情歌,堪称歌坛长青树。 2022年,张信哲已经55岁了,依然未婚单身,有人质疑他的性取向,张信哲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张信哲之所以至今未婚,是因为对初恋女友朱小妹爱得太深,他的破碎爱情就像一首带列的情歌。 张信哲身高1.73米,长相俊秀,歌声充满着迷人的魅力,被媒体誉为万人迷。 张信哲与父母和弟弟,张信哲小时候,1967年3月26日,张信哲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云林县西罗镇,下面有个弟弟叫张信志,他的父亲从事神学工作。 母亲是家庭主妇。张信哲从小就参加唱诗班,这是他最初的音乐启蒙,小时候张信哲学过小提琴,他文化成绩很一般,考了三次才考入中国台湾的一所普通大学。 大二时,张信哲参加歌唱比赛,夺得第一名,当时评委是著名音乐人丁晓文和郑华娟。 丁晓文为小虎对创作的青苹果乐园风靡一时,他们觉得张信哲是可塑之才,便将他的歌曲小杨推荐给著名的滚石唱片公司。 张信哲与李宗盛又,滚石唱片公司创建于1980年,是亚洲最大的独立唱片公司,当时汇聚了李宗盛,周华健,陈书画,罗大佑,赵传等众多著名歌手。 接到滚石唱片公司面试的电话时,张信哲恍然如梦,在唱片公司的楼下,与陈书画擦肩而过,张信哲这才意识到是真的。 接待张信哲的是音乐教父李宗盛,他与张信哲聊了一会后,并不看好他,便没有与张信哲签约。 但滚石唱片的子公司据使音乐公司的老板欣赏张信哲身上的古典旗帜,便与他签约。 潘信哲,在公司里,张信哲没有机会唱歌,干的事情杂工,他给歌手们端茶送水,给大家发盒饭,歌手们出去录音,演出,张信哲做他们的跟班。 1988年,滚石当红歌手潘信哲录制专辑《男欢女爱》,需要有时为男歌手对唱,公司一时凑不起这么多男歌手,便将张信哲拉来凑数。 张信哲与潘岳云对唱的歌曲是《你是唯一》,没想到专辑上市后,张信哲受到广泛的欢迎。 1989年,公司为张信哲推出第一张专辑说谎,然而张信哲是新人,性格腼腆,公司投入很少。 张信哲的第一张专辑,拍摄专辑封面时,公司在楼下给他花十多块钱买了一件黄色衬衣,然后让张信哲穿着拍专辑封面。 谁知说谎推出后,在中国台湾各大电台的播出力持续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开始将张信哲作为重点歌手包装。 紧接着,张信哲又推出了《忧郁忘记》两张个人专辑,开始在港台走红。 专辑中的《我们这个错飞向阳光让我忘记你的脸》等歌曲,非常受欢迎。 张信哲,但真正让张信哲大红大紫的,是情歌《爱如潮水》。 1993年,李宗盛将这首歌创作出来后,并不看好,因为歌曲表现的是男人的懦弱,以及面对爱情的无力,李宗盛担心歌迷不接受。 他先后找了多位著名男歌手试唱,都不满意,最后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张信哲,谁知张信哲唱出了他想要的味道。 《爱如潮水》推出后,迅速在港台和内地传唱。 张信哲与杨玉莹深情对唱有一点动心,《爱如潮水》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这首曲风挨碗的情歌,将张信哲的歌唱事业推上巅峰,也奠定了他独特的情歌风格。 1993年10月,张信哲在公司的安排下,去香港做宣传,他所到之处,从有一个叫朱小妹的女歌迷紧紧跟随。 张信哲在香港宣传了一个星期,朱小妹也跟了一个星期。 朱小妹祖籍福建,1970年出生于中国香港,比张信哲小三岁,身高1.66米的他长发飘飘,面容娇好,是张信哲喜欢的那类女孩。 朱小妹大学毕业后在香港一家电台做音乐编辑,是张信哲的超级粉丝。 他对张信哲的一切了如指掌,并会唱他的每一首歌。 张信哲与演员该也千春,过分崇拜一个人,久而久之就会在心中沉淀为爱。 朱小妹没有机会见到张信哲,便开始在心中暗恋他。 他把对张信哲的崇拜、倾慕和爱都写进了日记里。 听说张信哲要来香港做宣传,朱小妹激动的一夜未眠,他早早就将工作安排好了,然后每天跟在张信哲身边。 朱小妹知道,自己是普通人,而张信哲是当红歌星,两人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他从没想过自己的爱会得到张信哲的回应,只想近距离看看他。 张信哲离开香港当天,朱小妹挤到他面前,然后羞涩地将自己的日记本交给了他。 朱小妹没奢望做他的女朋友,只希望张信哲看了他的日记后,会产生一种力量,唱出更多更好的情歌。 而张信哲以为朱小妹只是一名普通歌迷,便借过日记本放进自己的包里。 回到台北后,张信哲一直没有打开朱小妹的日记。 这年11月,张信哲在清理行李箱时,翻出了朱小妹送给他的粉红色日记本。 他倾起风皮,一股好闻的清香扑面而来。 只看几眼,张信哲就被吸引住了。 朱小妹的日记里竟是对他的思念和爱。 张信哲与歌手黄运林,第一次听到张信哲的歌,我就被他辞性的歌声中服了。 翻看专辑封面,张信哲是那样帅气迷人。 从此我每天关注电视预告,只要有张信哲的节目绝不错过。 张信哲的歌占据了我的生活,我上下班路上听,等车听,在厨房做饭听,睡觉前听。 好几次,我沉醉在他的歌声里,一直走错了电车站,都说爱无极无。 我又爱张信哲的歌,发展到爱他的人,他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午夜梦回,我的眼里饮满泪水。 我知道自己不该有这种非分之想,但我就是忍不住想他。 我该怎么办,朱小妹真挚,纯真,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爱,震撼了张信哲的心,一个个迷爱自己到这种程度,即便铁石心肠也不会无动于衷。 张信哲至今还记得,他按照朱小妹日记上的地址,于1993年11月第一次给朱小妹写信。 在信里,他感谢朱小妹对自己的欣赏,一直输自己的心意,你那长发飘飘的倩饮,我之间还记得清清楚楚,欢迎你来台北做客,如果我再去香港,会去看你。 随姓张信哲还送给朱小妹两张新出的唱片。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敬请关注哦。